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的第一则新闻是 日美首脑将在即将举行的Quad首脑会议期间进行个别会谈 拜登与岸田文雄将重申双方的良好关系 并就东海与南海局势进行磋商 显然这将是一次重要的外交互动 接下来 川普在竞选活动中引发了关于移民的争议 他声称俄亥俄州的移民会吃宠物 这一言论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与批评 川普还计划前往春田市 继续他的竞选活动 看来移民问题将成为他对抗贺锦丽的重要议题 最后 我们关注美联储即将进行的降息计划 这一举措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引发了广泛讨论 降息可能为经济带来一些缓解 但能否真正影响选民情绪仍待观察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火拍报道 日美首脑即将在Quad首脑会议期间进行个别会谈 拜登和岸田文雄将重申两国的友好关系 并就东海和南海的局势进行深入讨论 这次会谈不仅是两位领导人加强外交互动的机会 也将为未来的合作奠定基础 同时 前总统川普在竞选活动中引发了关于移民的争议 他的言论称俄亥俄州的移民会吃宠物 遭到广泛批评 移民问题再次成为政治焦点 最后 美联储即将进行的降息计划引发了热议 虽然降息可能缓解经济压力 但对于选民的情绪影响仍需观察 在六度领袖中 日美首脑会议被视为重申有益的重要时刻 拜登与岸田文雄将共同应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 显示出两国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紧密合作 同时 川普的移民言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他即将造访一个因种族紧张而受到影响的小镇 这无疑将进一步计划移民议题的讨论 美联储的降息决定 也成为经济领域的热门话题 市场对这一举措的反应将影响未来的经济走向 华尔街电视则聚焦与美中关系的紧张局势 副国务卿坎贝尔指出 中国对美国的挑战超过了冷战时期的威胁 强调了军事、科技和经济多方面的竞争 他呼吁美国加快海军舰艇的建造 以应对中国在协助俄国军工方面的角色 此外 四方会谈也将成为美国与盟友合作的关键平台 坎贝尔明确表示 美国必须在未来十年内迅速增强海军实力 以保持在全球权力博弈中的主导地位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乌克兰军队近期使用印度生产的炮弹 引发了俄罗斯的愤怒 根据路透社的独家报道 印度炮弹通过欧洲客户转运给乌克兰 尽管这一行为遭到俄罗斯的抗议 印度政府却并未干预 消息来源指出 印度的炮弹紧占乌克兰使用弹药的一小部分 然而 随着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面临弹药短缺 印度的军火出口似乎迎来了机遇 印度与美国的防务合作日益紧密 同时又不愿完全放弃与俄罗斯的传统关系 使得这一局势更加复杂 BBC News中文网则报道了黎巴嫩近期发生的第二波无线通信设备爆炸事件 造成至少20人死亡 450人受伤 此次爆炸发生在真主党成员的葬礼期间 真主党将责任归咎于以色列 尽管以色列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称 局势正急剧升级 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爆炸发生的地点被视为真主党的据点 显示出该地区紧张的局势和潜在的冲突风险 德国之声报道 德国政府计划向乌克兰提供近4亿欧元的额外军事援助 以应对不断恶化的军事局势 这笔资金将用于购买弹药 战斗车辆 无人机和防护装备等 预计使2024年对乌克兰的总援助达到约84亿欧元 德国财政部强调 这项支出是当前紧急需求的反应 旨在增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 德国的援助计划表明了其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 尽管未来的军事援助可能会有所减少 香港电台报道 黎巴嫩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在最近的演说中 严厉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连续爆炸事件 称其为屠杀 认为这不仅是对黎巴嫩人民的攻击 更是对真主党的挑战 他指出 以色列的目标是造成至少5000人的伤亡 并强调这次事件已越过所有红线 尽管遭受重创 纳斯鲁拉坚信真主党不会因此倒下 并重申在加沙冲突未结束前 组织将持续对抗以色列 支持加沙和西岸的人民 同时 在他发表演讲时 以色列战机在贝鲁特上空低飞发出巨响 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 星岛日报报道 黎巴嫩近期发生了多起传呼机和对讲机爆炸事件 造成至少37人死亡 数千人受伤 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在一次电视讲话中 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行为 称其为周二大屠杀和周三大屠杀 并指责以色列的行动是对无辜者和儿童生命的漠视 他指出 这些袭击是对真主党长期行动的回应 并形容这些行为为恐怖主义和战争罪 在纳斯鲁拉发表演讲的同时 以色列对黎巴嫩难不多地进行了空袭 强调其目的是削弱真主党的恐怖主义能力 商报报道 印尼为了推进乡村振兴 派遣了13位村长前往中国进行学习和借鉴 这是该国第四批派遣的村长 副部长拜曼·拉哈尔佐在指导会议上强调 单靠一个国家无法独自应对乡村发展和贫困问题 国际合作是关键 他指出 通过分享经验和技术 能够更有效地推进乡村振兴 提高居民幸福感 此次为期十天的访问 村长们被鼓励积极学习 充分利用这次机会 而不是将其视为度假 同样来自商报的消息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于9月19日 在雅加达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的国庆招待会 活动吸引了包括印尼经济统筹部长 旅游与创意经济部长等多位高官 以及各国驻印尼使节和旅居印尼的华侨华人等于签名嘉宾出席 此次盛会不仅展示了中印尼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也为各界人士提供了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中国新闻01报道 中国汽车产业的崛起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这一成就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创新能力的增强 然而 面对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 特别是在电动汽车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中国汽车制造商需要应对来自外部市场的压力 并保持竞争力 此外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也在加剧 副国务卿科特·坎贝尔指出 中国的挑战已超越了冷战时期 涉及经济、军事和科技等多方面 两国之间的竞争越加百热化 中央社报道 德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军事援助 金额约为4亿欧元 这使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援国 德国总理肖兹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 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政党 在最近的选举中表现良好 信中指出 追加的军援是为了履行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承诺 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导致了乌克兰军队的重大损失 德国政府希望能够迅速提供资金 用于无人机和防空设备的采购 以确保这些资金能够在2024年内发挥作用 德国之声报道 中国面临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等严重社会问题 最近中共决定逐步提升退休年龄 这一举措显示出 即使在独裁政体下 推行不受欢迎的政策时 也显得犹豫不决 评论指出 习近平应对这些措施的恐惧 而未能采取更大胆的经济刺激措施 导致中国经济陷入新冠长期后遗症 房地产危机和就业市场不景气 使得消费者不敢消费 尽管中国已在全球产品生产中 占据三分之一的份额 但北京却忽视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抵制 反而希望通过就有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困境 美国之音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对一名在深圳遭次身亡的 10岁日本男孩事件表示强烈关切 要求中国对此做出解释 这起事件发生在918事变纪念日 成为最近几个月内 针对在华日本学童的第二次暴力袭击 岸田称这是一种卑鄙的罪行 并强调中国应保护在华日本公民的安全 中国外交部则将此事件视为个案 并表示类似事件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发生 随着反日情绪的上升 此事件无疑加剧了日中之间的紧张关系 六度台评论台湾对中国取消对台农产品的关税豁免表示强烈谴责 认为这是经济胁迫 不利于两岸关系改善 与此同时 深圳的日本男孩遇袭事件再次引发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美中之间的技术竞争也在升温 副国务卿指出这一竞争对全球力量平衡的重要性 台湾的反应与日本的安全担忧相结合 显示出区域内国家对中国行为的警惕 和对未来局势的深切关注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God a question in your mind we'll find the answer will be kind And cyclopedia on everything Life and learn with the 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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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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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